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用的键盘为什么是这个布局 你看 QWERTY 更加合乎逻辑的不应该是这样吗 ABCDEFG 这个在我第一天接触键盘的时候就开始困扰我了 所以究竟是为什么 有一个流行的解释是 这种QWERTY就是QWERTY的键盘设计 是为了降低打字的速度 是不是很反常 难道打字快一点 把生产力提高一点 它不香吗 不是不香 是想香它香不起来 因为一开始的打字机是长这个样子的 当然我这个已经是很后来的东西了 但是打快之后结果还是一个样 打印杆很容易就卡在一起了 尽管它们的起始位置不一样 但是却共享着同一个落点 意味着要是前一个没有让开的话 后一个是无法进去的 而一个熟练的打字员 每分钟能够轻松敲上60个单词 这就让一秒之内有5-6个字母需要印在同一个位置 打字机是反应不过来的 那怎么办 那就想办法给打字员制造一点麻烦 减慢它们的打字速度呗 对 把字母打乱 杀满整个键盘让你们慢慢找去 诶 可事实真的就是这样吗 嘿嘿 当然不是了 如果它真的是为了减慢打字的速度 那为什么又要将T和H这两个英语当中最常用到的 一对字母放在我们最灵活的食指就可以触及的地方呢 而且ZSE这三个字母被刻意安排的非常紧 不是真的 它之所以沿用至今只不过是源于规模效应而已 这样的键盘生产的太多 习惯它的打字员被训练的太多 那还有什么理由去换掉它呢 哪怕它并不是一个真正高效的设计 德沃夏克键盘布局 是这个样子的 才是英文打字速度的吉尼斯世界记录之最啊 别看它的键位排布也很奇怪 但是据说是真的照顾到了高频次的使用 让打字效率数倍于QWERTY键盘 对了 我的乐高打字机上面呢 是没有数字键帽的 否则更奇葩的数字排列 你就能够在德沃夏克的设计里面看到了 连数字呢 它都是没有顺序的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 说明这个世界的真相 往往就是反常识的